大熊貓團團團過世一週年 不少粉絲來動物園寫小卡片 寫下對團團的思念 團團過世後 動物園立即啟動保存計畫 經過一年團團標本就要完成 最快明年兒童節前夕展出 用團團讓大眾了解 保育工作 希望把這些保育的故事跟冰圍 怎麼樣讓這些冰圍物種翻轉過來 真的其實大貓熊現在目前來講 已經脫離冰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想把這樣的故事 都呈現給大家 動物園一早太陽高高掛 氣溫回升不少 不過氣象鼠人提醒日夜溫差大 隔底清晨氣溫偏低 最低溫落在新竹鵝眉 早上六點只有八度 白天太陽公公露臉 加上冷氣團減弱 天氣將轉暖 中南部可以來到二十六 在東半部也有來到二十四度 白天的話整體的氣溫都會慢慢變得 比較舒適一點 好天氣將持續一週 直到週五又有另一波東北季風來襲 週末天氣又要轉涼 低溫的部分來看變化不大 主要是在高溫的部分 在週五週六這兩天 北部跟東北部的高溫會降到 大概二十二到二十四二十五度 這個範圍 歷經大陸冷氣團涼冷 這一週天氣回溫 天氣冷熱交替 更留意身體狀況 新新聞瑜珈瑋 莊子瑜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黑石頭